字幕視頻 聯合報也好啦 中國時報也好 頭版的標標題呢 都是蓬佩奧 蓬佩奧一定很高興 如果看得懂中國 哇我我今天本人 本人同時上了台灣的四大報的頭版 都是我蓬佩奧 而且而且都有我的大頭照 蓬佩奧一定很爽 好 那這個除了蓬佩奧的這樣一個一個舉動之外呢 另外呢 頭版的下面 那 OK 這個可能就就不是蓬佩奧 或者會當川普想看到的 為了要斷了川普的2024彈劾劍在懸上 美國的眾議院的民主黨11日的準備提案 今天今天台台北時間11號 好那換句話說呢 在明天的明天的時間 台北時間的12號 那美東時間的11號 那民主黨將將將提案 如果通過的話呢 當中川普可能不得再擔任公職 換來說 讓他對2024年決念 我坦白講啊 我不是因為 因為呢 因為他反中或者怎麼樣 因為 因為 這個人 嗯 精神 狀態真的大有問題 人可以 人可以 人的 人的精神狀態有問題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胡言胡言亂語 你要知道 有 有 有些人 有些人 極端的 自私 對於 其他人的痛苦 極端的 無感 然後 為了要 遂行到自己的目的 保護自己的利益 你會覺得他的言言行跟絕大部分周圍的情緒 就像我們從小受到的輪雨裡面的訓練 李有病不像歌 當在他的治下的時候呢 將近40萬人的死亡 他沒有感覺 他打高爾夫 呼球 一年呢 兩百多場 他打高爾夫球的錢呢 好幾百萬美金 這樣的一個人 當美國 美國總統的時候 對啦 如果說呢 今天呢 所有呢 所有呢 受過美國窝囊器的國家 看到出這種總統 大家都幸災樂禍 我也會啊 我覺得 你美國也 也會有 今天 可是 推薪致富的 站在呢 美 美國人的立場 想 必然在美國有很多的朋友啊 這位 站在美國人的角度想 這樣的總統 如果 你不能夠 不能夠限制他未來的參與公職 不能夠使用彈劾權限制他參與公職 未來四年 美國的政治照樣動盪 當然說的限制他參與公職 他還是會呼風喚語啊 但終究他不會再當美國總統了 這個對共和黨來講 為什麼這個這個彈劾案可能會會過 尽管瓜會鬥了 好 剛剛提到就是 嗯 嗯 對於對於就是說呢 呃 川普 川普 如果說明天 呃 眾議院 正式的提案要彈劾彈劾川普 那因為參議院呢 現在 呃 民主黨呢 也已經 也已經呢 剛好 過半 再加上共和黨 這時候關鍵在共和黨 共和黨會不會會不會呢 倒戈相迎 當然要處理到川普的方式很多 真的彈劾呢 對於川普呢 可能呢 是最不利的 他也可以呢 使用了使用了美國的憲法第二十五條修正案了 也可以換掉這個時候 那由由由由麥克 Pence呢 提案 那麥克 Pence呢 因為這副總統 因為政府這政府理論上面來講呢 副總統除了沒有聲音之外 副總統呢 應該呢 應該都是乖乖的聽命於呢 總統 呃 副總統最好的出路呢 就就是總統突然間掛了 或者總統呢 被彈劾了 但是這個時候呢 你要麥克 Pence呢 去去去期待呢 Donald Trump被彈劾 意義不大 因為任期就剩10天而已 那之前為了 為了在 在參議院裡面 那認可呢 50周的選舉人票 沒有聽川普的話 已經跟川普翻臉 但是麥克 Pence呢 中 中究是呢 比較比較就是說呢 典型的共和黨 換句話說是傳統的 傳統的共和黨 共和黨的建制派 麥克 Pence呢 中究所謂的 所謂的共和黨的建制派 基本上面 他都是比較重倫理的 那 比較捍衛呢 保守價值的 你要他在這個 這種時刻裡面呢 再去跟 跟提名他的川普 去對嗆 這個太強 麥克 Pence所難 所以呢 那條路大概行不通 所以最後可能還是由 由眾議院 由國會呢 來進行彈劾 那如果彈劾會成功 彈劾如果成功的話 他不只對於民主黨來講 出一口鳥氣啊 對共和黨來講 也也等於是解除了自己的定時炸彈 你想 這一次的國會山莊的事件 對共和黨來來講 傷害是非常大的 共和黨形象大傷 共和黨士氣大傷 共和黨能面臨到實質的分裂 因為你就眼睜睜的看著川普呢 把共和黨的命運呢 彷彿呢 綁在呢 綁在就是說呢 火車的車頭車頭上面 然後呢 沒有煞車的往前面衝 固然呢 整輛車呢 都可能撞爛 可是呢 最最先呢 會撞爛的一定是呢 共和黨 好 那共和黨呢 現在當然想要辦 想辦法要自救 所以現在呢 如果民主黨真的做這個提案 對共和黨來講呢 是解套 不過呢 因為現在共和黨的政客呢 頗忌憚於川普 因為川普呢 的召喚的能力 召喚呢 召喚喪失的能力 那很強啊 所以 很多的 很多的這共和黨的人物來講 未必敢於 在沒有 在沒有一個明確的訊號以前 一定是你看我 我看你 那誰要呢 開第一槍 誰要誰要去 誰要去呢 掛鈴鐺 那估計呢 共和黨一定呢 會有一番的猶豫 你光看呢 這個參議院的 參議院的 原來的多數黨的領袖呢 麥康諾 你看到了就是說呢 當川普呢 當國會山莊事件之後呢 兩個人請辭 一個呢 是博明 是呢 副 副國安顧問 還有一個呢 是運輸部長 趙小蘭 很多 幹得很爛的 很不要臉的 比如那些環保 環保署 署長啦 衛生部長啦 繼續在 在位置上面 蓬佩奧之水特別 就蓬佩奧是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呢 跟川普公開 公開翻臉 他 安度了呢 川普將近了三年的任期 了不起啊 你就知道呢 蓬佩奧呢 絕對是個 絕對是個 藝術 然後說 伴君如如伴虎他可以呢 伴虎如伴貓 蓬佩奧厲害啊 這個人當然也是個藝術哦 可以在 在當總統大大選已經輸了之後呢 可以帶著了老婆呢 去去做畢業旅行 去一些大家都不歡迎他的地方 去法國沒有人理他 去土耳其沒有人理他 去以色列中東沒有人理 理他 他照樣去 帶著老婆畢業旅行 花公堂 可以堂而皇之 好 那 如果說現在 當 整個的 整個的 整個的共和黨 的建制派 他需要有人呢 出來召喚 換掉說 當民主黨提案了之後 就看了建制派 共和黨的建制派呢 誰出來呢 發號司令 可能是小布希 也可能是一些呢 共和黨的大佬們 也可能是共和黨的金主 為了要 為了要解共和黨於倒選 讓共和黨呢 能夠呢 從這個困境當中解套 畢竟美國的兩黨 兩黨政治 共和黨應該非常清楚的知道 自從查黨之後 共和黨的一路向西 那 越走呢 越偏 之後呢 不只是 不只是呢 把整個的美國的政治呢 導引到了一個的極端主義的立場上面 現在 共和黨自自己也受受重傷了 那如果呢 不能夠把 把這個定時炸彈的按鈕呢 把它解除掉 共和黨接下去 還會繼續傷 那就看 誰來開第一槍 你當然會說 那 你看這個趙小蘭他們都請的 趙小蘭是因為麥康諾 他的老公呢 是 是 多數黨的領袖 麥康諾之前跟 DONALD TRUMP是很好的 呃 這個麥康諾 我不知道他還推薦了多多少人 他跟川普有多好 你看到麥康諾的老婆趙小蘭 當運輸部長從頭到尾安安穩穩 到最後前面的十兩個禮拜 因為呢 大家呢 跟川普翻臉 國會三樁事件之後 然後呢 他老公因為呢 也不支持呢 也不支持川普 在程序上面來來講 沒有呢 去跟 去跟 去配合著川普的指令 那去跟了美國的 美美國的憲政的傳統呢 去對抗 川普呢 點名K他老公 在國會三樁之後 趙小蘭的順勢呢 請辭 夫妻兩個只是想要 想要藉機脫困而已 麥康諾過去多好 我說除了 除了自己的老婆呢 安穩的 當了這四年的運輸部長 你還你你你可能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即將來到臺灣訪問的這個craft這個craft 美國的媒體的報導是麥康諾強力推薦給川普的川普 Craft的講過他之前不認識川普 那不認識川普川普為為什麼為什麼不認識他馬上派他去當加拿大的大使 美國駐加拿大的美國跟加拿大的關係非同小可啊 派去加拿大做做大使的 他當然是當然是當然是代表的當下的總統對加拿大的重視他派了一個加拿大都不太熟悉的 Cally Cra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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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了加拿大大使幹的奇難無比 好吧但是呢可以呢再去當的聯合國的聯合國的大使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你就知道的美國在在川普當總統的時候他也不太在乎呢聯合國他甚至也不太在乎加拿大 他不在乎的東西很多他除了很在乎中國很在乎台灣以外他其他都不太在乎好那我如果跟你說這個這個Craft他為什麼可以可以本來不認識川普但是能夠得到川普如此之重用 因為麥康諾 那你就可以知道呢麥康諾呢跟Donald Trump的原來多好這麼好的朋友這麼mudge的朋友我推薦的人他的重用我老婆他的重用 要翻臉還真是不太容易啊但是這個時候翻臉跟翻翻書一樣 你倒過來講政治也真是薄情寡義啊我我川普算是個白痴算是個神經病 可是對你麥康諾在過去很長時間也算是言聽寄從吧 但是說翻臉就翻臉 好那當這些呢建建建建建制派的共和黨就看了誰出來開第一槍 換句話說當民主黨提案了之後一定要有建制派的共和黨 出來講講講話 那可能是可能是小布希 可能是其他的比如說之之前的十個國國防部長裡面把民主黨的去掉 那把把把這個共和黨的幾個國國防部長或者是國務卿 那國務卿蓬佩奧不會了但是如果你把過去的擔任過呢共和黨時代的國務卿啊 這提勒生啊等等這些人找來 我想我想會有很好的召喚的效果吧最重要是金主如果把把金主找來了之後那效果更好 當然最重要的是需要需要呢共和黨裡面的建制派的參議員 的呼應 那之前呢一月一月六號在參議院裡面的在投票的時候 終究還是有七個 七個呢 參議員 去挺挺川普的 但是扣掉這七個彈劾是夠的 那就看共和黨如何去操作 民主黨可以做球給共和黨殺 讓美國呢這個 因為川普所引發的憲政危機 從2009年查黨崛起之後 導致呢美國的政治全面的右轉 也導致全球政治的全面的右轉 你想當查黨出現了之後 我說了 你光數的數得出來的英國 我還不數歐陸的這些國家 歐陸的這些的國家呢 這這些呢比較比較溫和溫和左派溫和右派 在過去幾年裡面都飽受了極右派的威脅 那種的民族主義的這些這些的極右派的威脅 但是你像英國 Boris Johnson 你像日本安倍安倍雖然雖然下台了現在菅義偉 我想對民進黨來講可能未來一段時間會很痛苦的 就是說不只呢爸爸川普下台了 哥哥可能也有為我危險 我在上個月的時候呢我我都想點歌哥哥爸爸真偉大 哥哥爸爸真偉大 名譽造我家名譽造我黨不能說造我家 好那上個月上上個月的時候點這首歌呢都還都還很 很很符合氣氛 可是現在爸爸垮了 可是哥哥也也快要也快要垮了 菅義偉呢現在不不支持的 在民調當最新的民調不支持率呢已經的超過支持 支持率支持率暴跌不支持率的暴漲 今年十月日本的眾議院不管怎麼樣十月日本的眾議院呢就必須要改選任期到了 所以從現在開始到十月以前隨時都有可能會解散國會 但是除非疫情能夠壓的下來 否則任何一個時間點都不是菅義偉解散國會的適當的時間 菅義偉現在呢大概非常的困擾 因為今年今年的七月八月他能不能夠辦冬奧 那仍然是一個大問題還還不講還不講什麼外交啊內政 光是疫情跟冬奧對菅義偉來講就夠頭大的 所以爸爸垮了哥哥可能也快要垮了 如果這兩個都都垮了全球的右翼政權 曾經肆虐了全球全球政治的將近將近十年 那些呢反全球化反全球反全球主義反科學 我最在乎的是反科學反制那些極右的論述 應該應該可以慢慢慢慢的平平息 反制很可怕政治如果如果反制的時候 他就不只是民粹的問題 那種的右派的民粹所引發的暴動什麼都不信 基本上面的都活在一種的同溫層的自我催眠裡面 你看到恭敬國會山莊的那些人 如果你了解他們總體的背景其實可憐啊 他們是美國的這三三十年的經濟發展的最大的受害者 美國呢在整個的中中西部的地區裡面那些呢 鐵鏽地帶裡面兩代人兩代人都已經賠賠上去了 你現在看到的那些呢從中西部出來蜂擁出來的 你看投票的結果那地圖你也可以看得出來啊 老白男中西部的老白男通常尤其絕大部分沒有上大學的老白男 這些的老白男的是川普的支持的主力 不管是proud boy也好我告訴你所有的所有的口號基本上都跟事實相相反 那些所謂的proud boy其實就是因為他沒有什麼好proud 人當需要回到自己原生的特質覺得我之所以驕傲是因為我白 我之所以驕傲呢是因為我是美國人 我之所以驕傲呢是因為呢我是福音教派 當你需要的回到了這種的這種的這種的基本的屬性上面才能夠去表現出一點點的驕傲的時候 你就知道那個已經脆弱無比 好那川普會不會被彈劾那我我我我上禮拜上禮拜的時候呢我是 但是我在我在現在下標題的時候啦非得早上下標題我我下的是是比較比較堵定我都川普將被彈劾但是會不會彈劾成功我不知道 變數很多那就看到我說了看共和黨的建制派的大佬們要怎麼樣的集體的表態那個是呢川普去留的關鍵 還進廣告回頭了講一下柯文哲我我講我講我講柯文哲是因為因為昨天昨天是民眾黨第一屆的這個黨代表大會啦 好那柯文哲作為黨主席當然要講話而且柯文哲今年已經2021年了柯文哲的任期還有還有一年多那預期呢未來的這一段時間裡面柯文哲的動作會會多聲量會多民眾黨的動作會多因為明年2022年的 地方選舉對民眾黨來來講也是一個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啊那民眾黨的出現終究是在上一次的地方選舉之後所以二零二零年的二零二零年的中央的選舉總統跟立委的選舉呢民眾黨的第一次的參與但是選擇壓壓屋總統的最後呢 呃協協調個半天之後呢最後呢什麼都沒有那柯文哲自己也沒有也沒有出來然後然後呢呃這郭台銘呢也沒有出來好那立委呢也選了一塌糊塗不過呢終究呢透過呢民眾黨的人氣在立法院裡面呢民眾黨的過半過過了百分之五所以有了自己的黨團 不過呢要掌握呢行政權尤其柯文哲即將要卸任台北市長那能不能夠在地方呢在在攻成略地除了在這些在議員上面來講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夠攻下一些呢縣市長 對於民眾黨有沒有後續的動能至關重要所以對民眾黨來講二零二一年二零二年的地方的選選舉是民眾黨的生死們好柯文哲的柯文哲的炮火一定會增加啊好那柯文哲昨昨天呢昨天轟轟當下的執政黨的是雙雙標黨呃因為他是柯文哲好吧那打著綠旗反綠旗的柯文哲 你想在二零二零二零一四年的時候柯文哲簡直是旋風狂掃那個時候呢幾乎呢幾乎呢敢碰柯柯柯文哲的一定是皮開肉戰民進黨誰不搭他的順風車你回頭去看看柯文哲應該應該把當時二零一四年他選台北市長然後呢那個時候的全台幫民進黨輔選的那些影片剪出來的 剪出來剪出來放一放看看呢那個時候爭先恐後的哪怕是一條小新聞爭先恐後站在柯文哲的後面因為攝影機都對著柯文哲爭先恐後站在柯文哲後面蹭熱度的那些的民進黨的政治人物今天每一個都吃香喝辣好那柯文哲曾經打著綠旗反綠旗帶著呢民進黨的走的走上了今天的今天的 勝利之門2021年對民進黨來講應該是盛極而衰的一年因為整個國際環境轉變柯文哲講說民進黨是雙雙標黨因為對外呢很軟弱對內很蠻恨對啦這這兩句話大概已經已經把所有的所有該講的都已經講完了但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是民進黨就是因為對外 對美國很軟弱非常軟美國要要他要他吃的吃的菜不管叫今天美國不管是川普蓬佩奧叫民進黨吃什麼民進黨都會吃不管能不能吃民進黨都會吃而且一定都表現吃的津津有味因為這個樣子民進黨美國對於美國不是支持台灣美國是在支持 民進黨是在支持台獨因此才讓民進黨有對內蠻恨的條件你以為蠻蠻很容易嗎蠻恨是要是要像內外雙修的就是因為對外很軟對內才能夠很蠻恨如果對外對外也很蠻蠻恨他對內就沒有蠻恨的條的條件好那這種的關係到了2021年22年都會是非常大的考驗 台美關係在這一年變化一定會很大的可以等著看